大家好,欢迎来到武将烈传 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来接上一期的内容 来为大家继续讲解毛利元旧 这一期的节目也同样有跟BECO Games的合作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向大家推广一下 他们一款叫做战国不武的游戏 战国不武是一款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 经济策略类游戏 里面收入的武将数量是非常的多 在游戏过程中 大家可以对这些武将进行招募 来构成属于自己的武将团队 其中每个武将都有自己的成长值 还有技能 除此之外 不同的武将之间相互搭配 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大家拥有了自己的武将团队以后 可以进行担任副本的挑战 或者是和其他玩家进行联动 如果大家喜欢战国时代背景的游戏的话 可以不妨来试一试这一款战国不武 游戏资讯的相关链接 我都放在了下方的简介栏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进去看看 在上期的节目中 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了毛利家 在战国时代早期的历史 以及毛利元旧在成为毛利家都之前 他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困难挑战 而上期的结尾呢 我们则给大家讲述了毛利元旧 和他的弟弟相合圆杠 围绕毛利家都继承权的问题 展开的一系列纠葛 而最后整个事件的结果 也是以悲剧收场 毛利元旧最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 选择大义灭亲 亲自派人把自己的弟弟相合圆杠 给斩造出根 而毛利元旧为了保住毛利家都的位置 所展开的这一次血腥行动 历史上称之为圆杠事件 毛利元旧斩杀自己的弟弟相合圆杠 这个事件如果单从政治眼光来看的话 完全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是就针对毛利元旧的个人情感来说 在经历过了圆杠事件以后 他在精神上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在相合圆杠死亡以后 毛利元旧是陷入一段 实现非常长的抑郁时期 而正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 让毛利元旧真正的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兄弟手足之间相互不团结的话 不仅是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 虽然连整个家族都有可能因为内讧 而走向灭亡的道路 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情历 在后来毛利元旧的三个儿子 毛利龙元 杰传元春 还有小早川龙井诞生以后 毛利元旧是经常给他们三个人 强调家族团结的重要性 而这里也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 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毛利元旧的三子教训状 以及毛利家非常有名的三只剑的故事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毛利元旧亲手写三子教训状的原因 其实并不只是单单对当年 圆刚事件进行总结 圆刚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1524年 而这个三子教训状 它实际的做成时间 则是在1557年的11月 这中间是隔了将近30多年 所以说如果圆刚事件 不是促使毛利元旧 制定三子教训状的唯一原因的话 那么在这30多年间 到底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影响因素呢 在这里我们就暂时先脱离一下 毛利元旧个人故事的主线 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后移一点点 来探讨一下整个毛利家 父子私人之间大体的关系 毛利元旧的三个儿子 毛利龙元 吉川元春 还有小早川龙井 这三个人之间年龄差距 其实还算是比较大 尤其是大哥毛利龙元 他比二弟吉川元春大了七岁 比三弟小早川龙井大了十岁 而在1557年 也就是三子教训状 正式完成的那一年 毛利龙元是34岁 吉川元春是27岁 而小早川龙井则是24岁 但是在三子教训状 正式完成之前呢 社会大哥的毛利龙元 跟弟弟吉川元春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非常的糟糕 毛利龙元曾经经常写信 给自己的父亲毛利元旧 抱怨吉川元春非常的固执 不好交流 并且时常会流露出 他对吉川元春的厌恶情感 不仅如此 吉川元春和自己的大姐 五龙局之间的关系 也非常的糟糕 两个人之间是互相看不对眼 而作为当时年纪最小的 弟弟小早川龙井 则一直都在大哥大姐 还有二哥吉川元春之间呢 扮演一个合适老一样的角色 但是由于他的年纪最小 小早川龙井的发言 是经常被自己的哥哥姐姐们给无视 所以总体来说 毛利家的兄弟姐妹们 在年轻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团结这两个字来形容啊 而正是由于自己的儿女之间 存在这种不和的气氛 让当时作为父亲的毛利元旧 从中隐约看见了自己当年 和香河元刚之间的影子 因此毛利元旧 对自己孩子们的这种状况 是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和苦恼 除了兄弟姐妹之间不和以外 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说的毛利两川的体质 吉川元春继承吉川家的时间 是在1547年 当时的吉川元春是17岁 而小早川龙井继承小早川家的时间 是在三年后的1550年 当时的小早川龙井同样也是17岁 虽然当时让这两个年轻人 分别去继承其他的家族 完全是毛利元旧在政治上的安排 但是毛利两川体质的雏形 在刚成立的时候 它其实并不能算是非常的稳定 我们刚刚有提到 毛利家的兄弟姐妹之间 在年轻的时期相处并不是非常的和睦 大哥毛利龙元在1546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毛利家正式的当主了 而他的两个弟弟 在之后不久也都成为了吉川家 和小早川家的当主 所以在毛利元旧去世以后 三个家族之间 到底会不会因为关系不和 而出现各自分离 各自独立的情况 这个可能性谁也说不准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那么不管对哪一方来说 最后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而这种结果 是毛利元旧绝对不想看到的 再加上毛利元旧综合了自己 在早年杀害乡和袁刚刚的经历 于是他才下定决心 要让现在关系不和 但是却实力相当的三兄弟 以后避免出现类似的遭遇 所以毛利元旧 他才开始精心编制了三子教训状 这一篇毛利元旧的亲笔书状 与其说它是毛利家的家训 还不如说它是毛利家内部的法律 或者说是毛利家族人之间的契约书 而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毛利家打造成一个团结一心 见不可摧的家族 三子教训状 它总共只有一卷 但是这一卷书 它总长度是超过了三米 而且这长大三米的书状中 又总共涉及了14条 最为关键的内容 但是在这14条中 只有前9条是跟毛利家三兄弟有关 而后5条则是毛利元旧 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只把前9条的内容 给大家稍微的概述一下 后5条的内容 跟我们这一期的故事关系不大 而且后5条的内容量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涉及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我会把三子教训状 全部的内容都翻译好 放在下方的置顶评论 大家如果想知道 后4条的内容的话 直接看评论序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 三子教训状前9条的内容 第一条 尽管我反复说了很多遍 现在我再次重申 毛利时的信誓 千万不能让后代给废除了 这一点你们要好好给我记在心上 第二条 圆春和龙景两个人 你们虽然分别继承了 吉川家和小早川家 但是你们两个人原本的信誓是叫毛利 这一点你们不要给我忘记了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都忘记的话 那么你们接下来干的所有事情都是偏离正规的 第三条 虽然说了很多遍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们 以你们三个人现在的关系 只要发生一丝的不和 你们三个人很有可能都会一起走向灭亡 我毛利原就这一生树敌非常多 也非常遭人怨恨 而且这些怨恨最终也会转向你们三个人的身上 就算你们这一生没有被外部势力给消灭 但是却因为三个人之间互相不团结 而导致自己的家族没落 甚至最后演变成只留下一两个人存活于世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家族经营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真的演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悲哀这个形容词都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第四条 作为大哥的毛利龙员 不能只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要记住你的两个弟弟 也可以给你提供巨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 至于集穿圆春和小早川龙井 你们现在之所以能够顺利的驾驭集穿家和小早川家 完全深夜的毛利家 他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的强大 一旦毛利家变得虚弱 集穿家和小早川家的家乘 就会立刻改变自己内心的立场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好好记在心里 第五条 圆春和龙井的意见 作为大哥的龙员就算不赞同 也应该好好聆听自己弟弟们的心声 兄弟之间必须要保持互相忍让 相反 如果大哥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 他的意见仍然和弟弟们的想法产生了分歧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弟弟的圆春和龙井 一定要做到对大哥进行服从 在圆春和龙井还没有离开毛利家的时候 你们的身份和福元真君 还有桂元成等人是一样的 都是毛利家的普通家乘 并且一律都听从毛利龙员的指令 现在你们都继承了别家的家民 成为了家都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们能够把福从兄长命令的那段时光牢记在心 第六条 我之前说的那些话 希望你们能够交给后代 这样子的话 毛利 吉川 还有小早川 三家之间的稳固 就可以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最理想的想法 现在这种乱世 事情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根本没有人能预料得到 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 那就是你们三个人这一代 如果不保持着团结合作的心态的话 不管是家民还是利益 最后都会通通失去 第七条 你们的母亲妙酒的祭奠仪式 还有供养仪式 不要给我忘了 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个重要 第八条 自从你们的姐姐五龙菊 嫁给了肉货龙家以后 我一直都对她非常的挂心 你们三个人能够齐心协力 虽然是我最大的期望 但是你们也千万不要忘了 你们的姐姐还有姐夫 他们也是你们的家人 如果你们不把他们两个 当做自己人的话 我会对你们三个充满意恨 第九条 除了你们三个人以外 你们还有几个更幼小的弟弟 七岁的毛利元清 六岁的毛利元秋 还有三岁的毛利元聚 他们这几个人在长大以后 如果具备足够的能力的话 你们不妨可以考虑把边疆地区的领地 分配给他们 相反 如果这几个弟弟在长大以后 既愚蠢又无能的话 你们怎么处置他们 我都不会有任何意见 但是不管怎样 你们三个人和姐姐五龙菊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能疏远 如果你们几个人疏远的话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不幸 好 以上就是三子教训状里 所有有关毛利家三兄弟之间的内容 而至于大家熟悉的毛利家三史之训的故事 其实就是以这个三子教训状 作为蓝本而演变出来的异化 而有关于三史之训最早的文字记载 则是出现在江湖时代的《前桥就藏文书》里 故事里指出 毛利元旧在病逝之前 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叫到病床前 告诉他们一只剑很容易折断 但是三只剑捆在一起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折断的道理 其实也就是在告诫毛利三兄弟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团结一致 但是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身为大哥的毛利龙元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去世了 所以江湖时代记载的这一则故事 它本身是被创作出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尽管三史之训的故事 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但是它在背后想表达出来的意义 已经完全成为了当代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象征 像现在驻屯在广岛县阿易军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3旅团 他们整个旅团的团标就是三只剑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留意观察的话 三只剑故事的应用 其实在日本的现代社会是相当的广泛 其中日本文学家沈东行的一本 以日本金融业为主题的小说 它的名字就叫做三只剑 还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第二次安倍内阁期间 曾经提出过以三只剑命名的经济政策 还有现在的很多中小学校 都以三只剑的图案作为了自己学校的校章 总之毛利家三只剑的故事 可以说是以精神融合的方式 完全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结为了一题 好 有关三子教训状 还有毛利家三只剑的故事 我们就先暂时概括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到毛利元旧本人的主线 我们就接着1524年向和元刚事件的尾巴 来继续为大家进行讲解 我们之前有提到 向和元刚他先前之所以赶向自己的哥哥毛利元旧模反 其实他在背后是有女子家的当主 女子金九的支持 而女子金九在背后支持向和元刚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总体来说有两个 第一个在毛利家成为女子家的从属以后 向和元刚是收了女子金九的孙子 女子风九作为养子 以当时的角度来看 女子风九成为了向和元刚的养子 也就意味着 女子风九在未来是成为了向和家的合法继承人 而现在向和元刚为了争夺毛利家的家都 而企图谋反推翻毛利元旧 如果这个时候帮助向和元刚成功的实施这个计划的话 那么以后女子风九能够继承毛利家的可能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女子金九对毛利元旧个人上的排斥 因为之前毛利元旧亲自指挥的一哨甚多的有田中金手之战 以及后来帮助女子家不费一兵一足 就成功获得胜利的金山城之战 都让女子金九认识到了毛利元旧作为一个家族领导者 有着看证异常的出色能力 而这种人物对于刚刚才崛起不久的女子金九来说 是绝对需要提防的 而这一次帮助向和元刚 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女子金九在暗中 想要把毛利元旧这个安全隐患给铲除的决心 但是就如大家所知 在察觉到了女子金九和向和元刚的企图以后 毛利元旧联合自己的老师制造广良 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 最后是把向和元刚给斩杀 而在元刚事件结束以后 毛利元旧对女子金九的态度 可以说是同样充满了排斥感和厌恶感 而这个时候 毛利家在成为女子金九的手下以后 才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1524年同年5月 女子金九对女子家原本的盟友 薄奇山明家发动了突然袭击 并且在一天之内就基本攻下了大半个薄奇国 而女子金九的这一次突然的军事行动 历史上称之为大勇约崩 在大勇约崩事件发生以后 周边其他的各个山明家 对女子金九的态度 是瞬间从友好变成了体对 虽然女子家在最后是成功控制了薄奇国 但是女子金九也因此 在政治和外交上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也正是因为女子金九的这一次破蒙 导致女子家之后在中国地区 是到处被人敌视 而女子家也从此开始陷入了一个 长达9年的被动时期 随着女子家逐渐陷入被动 原本就对女子金九 充斥着不满感的毛利元旧 这个时候非常果断地选择背叛女子家 再次投向了大内一心的怀抱 在大勇五约崩的第二年 也就是1525年 毛利元旧正式脱离女子家 重新加入了大内市的散架 为了表达自己重新富贵大内市的诚意 毛利元旧主动邀请了大内市的重臣 讨亲坊 也就是后来讨亲显的父亲 一起联合住兵 对女子家在安逸国南部的米山城 还有近山城发动攻击 在大内军和毛利军的联合攻击下 米山城和近山城最后都成功 被大内市重新夺回 而尼斯家在安逸国的直辖势力 也因此开始大规模的减少 而大概在四年后的1529年 大内家的当主大内一心 以52岁的年龄并逝 而大内家的家都 则由大内一心的长男 当时年仅22岁的大内一龙继承 而毛利家也跟随着大内家 更换新家都的脚步 同样也开始迈向了一个 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1529年同年 毛利元旧的长女五龙菊诞生 在一年后的1530年 毛利元旧的次男毛利元春诞生 而紧接着在三年后的1533年 毛利元旧的三男毛利龙景 也同样诞生 这里不得不佩服一下 毛利元旧的妻子集穿妙九 这个女性前前后后 总共给毛利元旧 生下了四个孩子 而且这四个孩子 在历史上全部都是 非常有名的人物 但是这里有必要给大家提及一下 有其他的一部分资料表明 在毛利元旧的女儿 五龙菊诞生之前 妙九其实还给她生了 另外一个名字不详的长女 但是这个名字不详的长女 在五龙菊诞生的同一年 不幸死亡 所以毛利元旧 主要对五龙菊是相当的溺爱 但是就这个名字不详的长女 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 其实现在还存在着很多争议 而最简单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维基百科 你们会发现 有关于五龙菊的记载 在维基上也分成了长女说 和次女说 这两种不一致的现象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就按照最通常的说法 把五龙菊归由毛利元旧的长女 有关于毛利元旧的三个儿子 我们之后都会单独做影片 分别介绍 毛利元旧的这个长女五龙菊 关于她的故事 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讲 其实这个人也蛮有意思的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啊 如果留言的数量比较多的话 我可以考虑做她的单篇 好 回到我们的故事 刚刚我们讲到 在这段时间里 毛利元旧是生了一大堆的小孩 在毛利元旧的三男毛利龙景 诞生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1534年 毛利元旧和背后国的国人众 肉护家开始建立起了外交关系 之后毛利元旧 是让自己当时五岁的女儿 五龙菊和肉护家当主 肉护圆圆的孙子 肉护龙家定下了婚约 从此以后 毛利家和肉护家 两家之间算是达成了婚姻同盟 而毛利元旧的这个女婿 肉护龙家 在日后可以说 是为了毛利家的壮大 立下了绝对的汉马功劳 顺带一提 这个1534年正好也就是我们 之前信长诞生的同一年 同样也是在1534年 之前一直在组织军队 抵抗女子金九的 勃起山明家当主 山明成志病逝 随着反女子势力的领导者 山明成志的死亡 周边其他各个山明家 对女子家的压力 开始逐渐放松 不仅如此 女子金九在这段时间里 也同样和大内家的新当主 大内一龙达成了和睦 所以原先把女子家 包围得严严实实的 女子包围网 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瓦解 而女子家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大肆拓张自己的领土 光是在1534年到1536年 这两年间 女子家就成功压制了 中国地区的美作国 还有背后国的大半部分 女子家的版图 也因此得到了爆炸性的扩大 而在1537年 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 女子金九宣布隐退 而女子家的家度 只有她23岁的孙子 女子泉九继承 而在女子泉九继承家度以后 女子家是很快就迫弃了 先前和大内室的和睦 并且组织了数量非常可观的军队 开始向大内家的实践国发起进攻 而女子家和大内两家 也因此开始重新进入 全面战争的状态 随着大内家和女子家的再次敌对 毛利元旧和他手下的毛利家 也同样再次被卷入了 中国地区两大势力的斗争之中 当然 生活在大内和女子两家 战火压力下的 并不只有毛利家一个 还有毛利家的邻居 安逸武田家 在1540年 安逸武田家的当主 武田光和病逝 而随着家都的病逝 原本是女子家从属的安逸武田家 其内部开始出现分裂 最后安逸武田家的家臣们 是演变出了两个派系 一个是以家老品川 左金亮为首的亲女子派 另外一个则是由同样是为家老的 相川光景为代表的亲大内派 由于整个家族缺乏有力的领导者 安逸武田家的两个党派之间 在这个时候是展开了大混战 而我们的毛利元旧 则看准这个机会 对当时内部产生混乱的 安逸武田市进行了介入 只有毛利元旧是联合了当地的雄古士 一同帮助武田家中 亲大内派的相川光景 获得了内战的胜利 而至于安逸武田家 在内乱中失败了那些亲女子派的人物 包括了当时武田家名义上的 当主武田信使等人 最后是逃到了女子家的本国出运国 并且开始向女子家的当主 女子全九请求支援 在接到武田信使等人的救援请求以后 女子全九决定亲自率领三万人的大军 向安逸国展开进军 而女子全九的这一次行动的最终目标 就是要重新恢复女子家 在整个安逸国的影响力 但是想要达成这个目的 行动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排除一直在安逸国 扮演不安定分子的毛利元旧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女子全九把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所定为了毛利元旧的居成 吉田郡山城 之后也就爆发了战国历史上 著名的吉田郡山城之战 吉田郡山城之战 这场战斗的重要性 对于毛利家来说 并不亚于后来的岩岛之战 因为这场战斗是毛利元旧 在成为毛利家都以来 第一次面临的威胁到家族存亡的危机 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 我们在之前的女子新九前篇里 有给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 但是那一篇节目里 我们一直都是在 以女子家的角度进行讲解 而现在我们就把目光稍微转换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以毛利元旧的视角 来为大家再次讲解这一场战役 1540年8月25日 也就是在街道安逸五田市 救援请求的三个月以后 女子全九亲自作为总大将 率领超过了三万人的大军 从石建国方向南下 经过集川市领地进入安逸国 最后在9月4日 女子大军来到了距离几天眷山城西北方 约4公里的枫月上一带进行布阵 在得知女子大军前来进班的消息以后 毛利元旧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派人向自己的主驾 搭那一龙请求救援 当时毛利方总共能动员的正规部队 只有大概2500人左右 面对女子家三万人的大军 毛利元旧当时面临的压力是非常的巨大 虽然压力很大 但是为了能够尽量让自己的吉田郡山城 撑到大内援军赶到 毛利元旧当时是不断的在思考各种可行的应对措施 在女子军正式到达枫月山之前 毛利元旧就已经开始以最快的速度 急忙召集自己领地里所有的老百姓 让他们全部都集中在自己的居城 吉田郡山城里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充实吉田郡山城的防御 同时还可以避免落单村庄里的老百姓 被女子军给屠杀的风险 除了召集领地内的老百姓以外 为了保证吉田郡山城的粮食足够大家吃 毛利元旧还提前派遣自己的手下 把领地周边所有能搬走的粮食 全部都运到了城内 这样一来同样也不用担心 对方会实行放火抢粮的作战计划 在经历了大约三天左右的紧急调动以后 这个时候聚集在吉田郡山城里的老百姓 总共有5500多人 再加上毛利军的正规部队2500人 所以当时吉田郡山城里的总人数 是接近了8000多人 而这8000人也正好就是毛利元旧 领地内所有的总人口 而加上毛利军先前收集的粮食 这个时候城内够着8000多人吃的口粮 是已经足足超过了一整年的分量 9月6日 在枫月山上布阵的女子军终于采取了行动 女子军首先派出了一支 大约800人左右的小谷部队渡过了多支笔川 企图对毛利军发动抢粮作战 进行骚扰 但是女子军的抢粮部队在来到城下厅以后 却发现城下厅整个都是空空如也 人也没有 粮食也没有 在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抢以后 女子军是很愤怒的在城下厅进行放火 只有女子军是双手空空 灰溜溜的返回了自己的本阵 而城下厅的伙势在女子军撤退以后 很快也被毛利元旧所组织的救火队给扑灭 而在大概一周后的9月12日 女子军计划再次对城下厅展开攻击 而这一次女子军是组织了超过4000人的部队 他们这一回的目标就是要彻彻底底的 把毛利元旧的城下厅给烧个精光 借此手段来对城内的毛利军进行一种实习上的打击 在隐约察觉到女子军的意图以后 毛利元旧决定实行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 在女子军4000人的部队还没有渡过多支笔川之前 毛利元旧本人率领了大概30个士兵 亲自作为诱饵 渡过了多支笔川 对女子军展开了挑衅 女子军指挥官高桥元刚 在发现敌方总大将渡过川口以后 是立刻命令手下的士兵 对毛利元旧展开了追击 在毛利元旧的引导下 高桥元刚的部队来到了吉林郡山城西边的千分一带 而在千分一带等待着女子军的 则是毛利军的伏兵大概500人左右 毛利军伏兵先让女子军的主力通过 他们的目标是在后方即将抵达的女子军指挥官 等高桥元刚指挥官的旗帜出现以后 毛利军的渡辩通和锦上远锦 立刻带兵冲上去对女子军进行团殴 在混战之中 女子军出现了大概60人左右的轻度伤亡 但是这60人当中就正好包括了指挥官高桥元刚 以及他的副将本陈信龙手 在得知指挥官阵亡以后 前方的女子军出现大混乱 最后在从本城赶来的毛利援军 以及后方毛利军伏兵的前后夹击之下 四千女子杂兵慌忙的四散逃亡 而女子军这一次的防火计划也彻底宣布失败 这场战斗则是吉田郡山城之战的第一场局部战役 千分太田口之战 在经历了千分太田口之战的挫败以后 女子军暂时停止了对吉田郡山城的攻击行动 大概在10天后的9月23日 女子全九为了确保出云国后续物资还有兵粮能够顺利抵达 于是开始着手把本镇从枫月山转移到更靠近吉田郡山城正西面的青光山 但是同样由于本镇的转移 当时放置了大量米表还有弓箭等军需物资的枫月山手臂 开始变得异常薄弱 这个时候毛利元旧间有机可乘 立刻派遣手下的族亲以及山墙体壮 腿脚玛丽的农民大概200多人 趁着夜色偷偷爬上了枫月山 最后不但抢到了大量的物资 接着更是一把火把女子军在枫月山的储备阵地给全部烧光 不仅如此 大内一龙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接到了毛利元旧的救援请求 并且派出了自己手下的大将陶龙坊 也就是后来的陶信贤 带领大约1万多人的援军从周防国的山口馆出发 并且快马加鞭的向毛利元旧的几天郡山城进行救援 9月26日 女子全九担心安一国南边的小藻川市 会给毛利元旧提供更多的冰粮 于是派遣手下降领汤原宗刚率领1500人南下 向池之内方向移动 但是非常可惜 女子军的这次行动同样也被毛利元旧所察觉 在推测到女子军的意图以后 毛利元旧立刻派人抢先来到小藻川领地 向领主小藻川新井报告了女子军的动向 顺带一提这个小藻川新井 就是后来我们小藻川龙井的养父 在得到毛利君的情报以后 小藻川新井率领500人出城进行迎击 与此同时毛利君的立无原谅 同样率领500人从吉田郡山城方向赶来 最后和小藻川新井进行前后配合 两面夹击女子军 在被小藻川和毛利两军突然袭击以后 女子军立刻陷入混乱 在混乱之中 女子指挥官汤原宗刚慌忙组织人马进行撤退 但是在逃离过程中 汤原宗刚的战马因为陷入泥巴而无法动弹 在无奈之下 汤原宗刚就会选择切腹自尽 而汤原宗刚当时切腹的地铁 在现代也成为了一个叫做切腹岩的古迹 而这一场战斗也是吉田郡山城之战中 第二场举步战 尺之内核战 在连续遭受了千分太田口之战 尺之内核战 以及风月山阵地被烧等种种失败以后 女子军的士气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 为了尽快重新振作起士气 尼子军总大将尼子全九 决定终止对吉田郡山城小大小道的包围策略 转而计划对毛利军组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强攻 10月10日 尼子全九让自己手下的新工党主力尼子成九 联合加成三则违信 龟锦绣钢 还有米园钢关等人 组织了超过一万人的部队 准备在第二天的清晨 向对面的吉田郡山城发起正面猛攻 而在毛利方面 尼子军准备发起全面进攻的情报 也很快被毛利军的探子所知 在毛利研究得知了消息以后 他心里非常的明白 接下来他所要面对的 是一场可以用不成功变成人来形容的战斗 光是一直归缩在吉田郡山城里进行防守 并不是办法 由于长时间被大军包围 城内士兵的士气并不能算是非常高昂 再加上城内实际上作战的力量 只有两千多人的正规军 而其他剩下的大部分人 则是老人 妇女 还有小孩 而且说实在的 城内的武器也并不够用 所以如果对方下定决心 让一万多人的主力进行强攻的话 几天郡山城面临破城 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毛利研究选择鼓起勇气 决定采取以野战的方式 跟妮子军主力进行正面交锋 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毛利研究的胆量 因为在敌我人数差距如此巨大的劣势下 毛利研究仍然选择迎刃而上 但是终归结底 毛利研究的这种勇敢 其实并不是体现在他敢于和敌人交战上 而是体现在他敢于面对现实上 因为他非常明白 在现实中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 选择一味的逃避龙城 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如果真的想要击退敌人的进攻 只有在野战上放肆的毒一把 相比毛利研究 我们上一期介绍过毛利研究的父亲 毛利洪源 他的父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则是完全相反 选择了非常简单的逃避 但是我们的毛利研究 并没有想要和自己的父亲 做同样的人 就是因为当年父亲的逃避 导致自己早年的人生 是过得非常的凄惨 也许正是因为对逃避的危害深有体会 毛利研究在这一次面临生死挑战的时刻 敢于直面眼前的困难 因为他毕竟非常明白 在他身后还有自己的家人 还有成百上千的老百姓 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跟当年的父亲一样 选择逃避而归宿在城内的话 那么他身边所有的人 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胆怯 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面对这一次的挑战 毛利研究是在现实的压力下 做出了必死的决心 准备和女子军进行面对面的交战 而至于在战斗之前 毛利研究曾经在家臣和百姓之间 召开过动员会议 在会议上 毛利研究是解禁了他的权力 对手下人们的不安心态进行了安抚 而毛利研究在战斗前 进行最后动员的这一段历史经历 在1997年的同名大河区 毛利研究中是演绎的相当精彩 而这一段影像在YouTube上也有 我把相关的影视链接 也同样放在了下方的置顶评论 在这里我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 去观看一下这一节影片 不算长 他只有三分钟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是整部大河区里 最鼓舞人心的一个片段 10月11日凌晨 毛利研究打开了 几天郡山城的大门 率领手下的将士们一同出阵 在毛利研究的安排下 毛利军总共分成了三队 第一队由毛利军的老将 国四元相率领 联合儿渔旧光 渡边通等人 大概500人的军队 在几天郡山城正西面的 大通古一带进行埋伏 而第二队则是由苏老 桂圆城还有利物元征等人 率领另外的500人 在西南方的图虚场一带 同样进行埋伏 而第三队则是毛利军的主力 由毛利研究本人率领 总人数大约是2000人左右 而这2000人则是包括了 正规军士兵 以及普通百姓的混合编制 所以这一场野战 毛利研究是勉强挤出了 大概3000人的力量 而在尼子军方面 在得知了毛利军 决定带队进行野战的消息以后 尼子军负责进攻的驻将 都认为毛利研究 这回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所以这个时候 在尼子军中出现了还没有交战 就开始欢喜的心态 10月11日清晨 尼子军1万人的主力 正式渡过多支笔川 在渡过多支笔川以后 尼子军很快就发现了 毛利研究本队2000人的行踪 于是尼子军立刻开始 向毛利军的所在地直接靠近 在两军相互接触以后 尼子军主动向毛利军展开了突击 而我们的毛利研究 这个时候也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迎击 在战斗开始以后 毛利研究手下的家臣 赤川元宝 带领大约400人的前锋 率先和尼子军的前锋 三次维新等人展开了交战 在双方激战过程中 先前埋伏在大通谷 还有图须上也带了两支毛利伏兵 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尼子军的后方 以左右包抄的形式进行了夹击 而看出了这个机会 我们的毛利研究 也立刻带领剩下的主力 同样加入了战局 在双方棍战中 尼子军的前锋将领 三次维新 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挥官 都接二连三的不断阵亡 尽管尼子军的进攻队 有着将近一万人的兵力 在数量上相当于毛利军的三倍 但是在毛利军的多方围攻下 尼子军再次逐渐陷入了败北的局面 为了减少后续的损失 尼子军开始向青光山的本阵撤退 毛利研究在看见尼子军展开撤退以后 他是立刻带领手下的部队 向前进行追击 由于原本是出于劣势的毛利军 在这场战斗中是完全占了上风 所以在追击尼子军的过程中 毛利军的气势开始变得越来越旺盛 最后甚至还突破了尼子军总大将 尼子全九本阵的外卫防线 而在尼子军本阵出现骚乱以后 毛利研究这个时候 立刻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接着他就很快的吹响了收兵的号角 然后非常干脆的带领自己的部队 撤回了吉田军山转 而在毛利军的身后 只留下了蜷缩在自己本阵 被完全打蒙的尼子军助力 而这一场非常漂亮的局部反击战 也被称为青山图虚场之战 在青山图虚场之战获得胜利以后 吉田军山城内的毛利军士兵 还有百姓们的士气 是变得相当的高涨 不仅如此 毛利研究这个时候 同样也接到了好消息 由陶龙坊率领了一万多大内援军 也已经成功抵达了吉田军山城东面的甲天山 并且大内军已经布置好阵型 随时都可以向对面的尼子军展开攻击 随着大内军的到来 吉田军山城内 已经开始踊跃出了民众的欢呼声和缺跃声 而相对于尼子军方面 在金热青山图虚场之战 以及先前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失败以后 整个尼子军的士气 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低落 除了尼子拳九的直属部队以外 其他跟随尼子军参战的这个国人众 都已经开始出现了焦躁不安 不愿意继续配合的情绪 当然更糟糕的还不止这些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开始逐渐从最开始的8月 进入到了11月 天气开始变冷 如果在下雪之前 仍然没能攻下吉田军山城的话 到时候作战条件 对于尼子军来说会是相当的不利 再加上大内军的援军 这个时候也已经成功抵达 毛利军的士气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所以现在整个战场局势 对于尼子军来说是非常的不利 虽然众多的尼子加成 都对尼子拳九进行劝说 让他退兵 但是当时年轻的尼子拳九 仍然选择孤注一掷 让数万人的军队继续驻大在城外的皮园上进行包围 之后尼子军跟大内还有毛利联军之间 是展开了一段长时间的对峙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整个战场也开始终于进入到了寒冷的沿洞 于第二年的1月 也就是1541年 毛利研究非常准确的判断出了尼子军 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勉强作战 于是他立刻写信 给在东边甲田山布阵的陶龙坊 准备和他联手 对尼子拳九展开最后的总攻击 基本的作战方案就是毛利军率先带领城内的所有战斗力 从正面进攻尼子军 在成功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以后 再要陶龙坊率领大内军 从侧面对尼子军本阵发动气息 从而达到一个两面夹击的效果 而具体的作战日期则是定在1月13日的清晨 在看过这封信件以后 陶龙坊立刻写出回信给毛利研究 表示对作战计划予以赞同 1月13日清晨 毛利研究联合小早川新井 还有自己的女婿肉骨龙家 带领总共约3000人的兵力 开始向尼子全九的本阵展开突击 在发现毛利研究展开进攻以后 尼子军立刻组织好阵型准备迎接 在毛利研究的亲自大队下 毛利研究击破了尼子军第一阵高尾由九所带领了2000人 主将高尾由九阵亡 随后毛利研究开始继续向对方第二阵的黑阵九城展开进攻 并且同样也将第二阵给击败 之后尼子军第三阵的主力 集穿家当主集穿新井所带领的1000人 也同样开始和毛利军展开激战 在集穿新井的奋战下 毛利研究的攻势开始逐渐受到遏制 而这个时候在旁边两侧的尼子军 也开始向中央的毛利军方向包围 毛利研究在这个时候也因此逐渐陷入苦战 就在这个时候 大内军主将陶龙防看准机会 带领着一直在养尽蓄烈的一万大内军 从甲田山出发向北渡过江之川 并且开始朝着尼子军本阵的侧面前进 由于当时尼子军的主力 大部分都被毛利军的攻势所吸引 所以尼子军本阵侧疑的防御是相当的薄弱 陶龙防这个时候看见敌人侧面防御大开 便毫不犹豫的带领大内军向敌人的本阵杀去 在陶龙防的突然攻击下 尼子军瞬间陷入混乱 前方有毛利 侧面有大内 在两面夹击的攻势下 尼子军出现了非常惨重的伤亡 整个军队也因此陷入一个完全无法指挥的状态 在这一场混乱中 尼子军有很多重要的家臣都不信阵亡 这其中就包括了尼子家老 尼子拳九的叔祖父 尼子九姓 随着尼子方将领接二连三的阵亡 尼子军的败举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板上钉钉 在直到已经无力回天以后 尼子军的士兵们都开始纷纷丢回谢甲 往雪山里撕散逃亡 而大内和毛利联军则不断的对尼子残兵予以追击 直到尼子军的部队完全撤出安一国以后 两军才追踪罢休 到此为止 则是毛利元旧和大内士的援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遭受了吉田郡山城之战的惨败 尼子家的实力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除了众多家臣战死以外 尼子家在安一国甚至是背后国的影响力几乎丧失殆尽 而尼子家周边众多的国人众 也都开始失去了对尼子全九的信任 并且纷纷抓而投靠大内士 而其中也就正好包括了毛利家的邻居集川家 而作为获胜方的毛利元旧 这一场吉田郡山城之战 是完全奠定了毛利家在安一国稳固的根基 而在经历过了这一场世纪家族存亡 以及个人生死的战斗以后 毛利家内部上上下下之间 也都开始变得越发的团结 到此为止 毛利元旧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时 似乎都可以引刃而解 但是在吉田郡山城之战后不久 毛利元旧很快就将迎来自己军事人生中 第一次巨大的失败 那就是之后爆发的第一次月山傅天城之战 节目到此为止 我们先做一个分段 在下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除了会给大家介绍第一次月山傅天城之战以外 还会把毛利家毛利两川的体制 给大家做一个更加完整的梳理 并且下一期节目将会是我们把毛利家的故事 推向高潮 也就是沿岛之战的重要衔接篇章 也还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故事讲的还不错 那就请大家帮我按赞和分享 如果有喜欢战国历史的朋友 也请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如果有对我绘画作品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关注我的绘画账号 我把相关的链接都放在了下方简介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去看看 好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